忙忙碌碌几十载 终究还是要入土为安 那小小地方棺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是大家最终的归宿 这棺材呢 方方正正 各家有各家的模样 但所有的棺材啊 都是一头高一头低的 这样的设计 到底有什么玄机在里面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虽然棺材啊 和死亡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但在民间说法里呢 棺材的棺跟当棺的棺 同样的发音 而棺材的材呢 又跟发材的材同营 棺材啊 倒成了一件极力的东西 建棺发材嘛 可别看啊 棺材小小的 里头的说法可不少 这棺材的造型啊 就大有说法 这一头高一头低的设计 也是融入了很多 人文相关的因素 早期的棺材呢 是把砍下来的原木 掏空做成的 而树木的生长趋势 本身啊 就是根粗 越往上越细的 这一头高一头低啊 也算是呢 原生态的表现形式 当然了 延续这样的设计呢 还是有其他说法的 我们的身体结构呢 在比例上看 肩宽脚系 一头高一头低的设计 更符合人体工程学 入土为安呢 当然要躺得舒服 另外呢 头高尾低 也寓意着有头有尾 这人的一生啊 终于是圆满的走完了 另外古人讲究阴阳的概念 一高一低 也对应着一阴一阳 高处是天 低处是地 一体躺在里面 也有顶天立地的说法 最后呢 这样的设计啊 也是为了更好地 保护遗体 如果棺材的设计 是一平到底的 那么如果啊 遇上了连绵的雨期 雨水如果渗透到了 棺材里面 就只能越积越多 最后啊 不仅加速遗体的腐烂 也加速了棺材本身的腐烂 但如果啊 是一高一低的设计 就能起到排水的作用 那些不同颜色的棺材 到底有什么说法 随着殡葬制度的优化 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 抬着棺材下葬的场景了 但是啊 早些年的时候呢 初病都是由青壮年 抬着棺材 算着时辰和方位 跟着当地的习俗落伤的 说到这个初病啊 那就不得不提到孙病了 当年呢 他和庞娟一起拜师学兵法 学成之后各自下山 庞娟呢 自知既不如人 就是阴招 陷害孙病 受阅行还不够 还要派人追杀他 孙病啊 没有办法 只能藏进一个木头柜子里 叫人用麻绳绑好 谎称啊 里头是死人 这才把自己安全送到了魏国 孙病的这套 抬着绑好麻绳木棺 送死人的流程 就一直啊 被后人沿用了下来 初病的说法呢 也就来自于此 初病的流程啊 虽然大同小异 但是棺材的颜色 却各有不同 黑色棺材在早年 是战死的人使用的 自杀的人啊 往往也会选择黑色的棺材 慢慢的 使用黑色棺材的人 越来越少 更多的还是出现在 影视作品当中 红色的棺材啊 也挺常见 一般是80岁以上 且无疾无忠的老人 所使用的 真是啊 没有受太多的苦难 所以呢 这样的丧事 也被称为喜丧 往往会敲锣打鼓的庆祝 代表着啊 逝去的老人 可以福泽后代 黄色呢 也就是圆木色的棺材 是穷人限定 为了防腐 棺材至少要刷漆 连漆都刷不起的 那就是啊 真正的穷苦人家了 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如果家里 还有年纪更大的老人 还在世 那逝者也会选择 这样的圆木棺材 以免啊 冲撞了家里的长者 白色棺材 国内很少用 国外呢 会更加常见一点 金色棺材 属于近代的产物 在古代的时候 金色是皇帝的专属色 寻常人可不敢使用 更别提啊 用来当做棺材了 除了颜色啊 这棺材呢 还有不少冷知识 这些关于棺材的知识点 你听过几个呢 同一个棺材 也有不同的说法 还没有使用的棺材 能叫做棺材 入检了的棺材 则叫做灵鳩 很多人啊 都会提前给自己准备棺材 但这个准备的时间点呢 也是有讲究的 要年满六十周岁 才能准备 要不然的话 就不吉利了 年岁越长的适者 棺材上 可以雕刻的图案就越多 若是啊 年纪轻轻就早早离世 棺材上都是不雕刻图案的 棺材上常见的图案呢 是浮字和瘦字 一般情况下 男子的棺材雕刻瘦 女子的棺材呢 则是浮 尺寸啊 也是分男女的 男子棺材的尺寸 一般是六尺六 女子的呢 则是六尺五 北方有些地方啊 或许是因为男子平均身高 更高的关系 也有七尺三的 棺材上一般都钉有钉子 也就是啊 大家所说的子孙钉 通常情况下呢 是七根 借的是北斗七星 寓意后代呢 子孙兴旺 钉钉子的时候啊 会有人喊着 朵钉是对逝去之人的 一种尊重 这最后的一根钉子啊 是不能钉得太紧太死的 会留一半左右 这个代表的是啊 做人要有分寸 给自家的后人留条后路 在铁器盛行之前呢 代替钉子的 则是麻绳 或者皮条之类的织物 绑的时候 横向木棒 长绑三根 纵向木棒 则短绑两根 我们常说的 三长两短 就是由此而来的 不管是绑神子 还是钉钉子 说到底啊 还是为了保护遗体 不被盗墓者 或是动物所伤害 关于棺材的一些说法 你还知道哪些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留言区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